先喝一杯酒 今天我要來示範 我們BOOMBOOM滑步車第三代 到底有多少組呢 就是如果說爸爸老公出差 或者是老公對組裝比較沒有興趣 或者是老婆不放心老公組裝的品質 那媽媽我們就自己來組 因為真的太容易了 今天我要組的這一台呢 是螢光黃的 就是很多客人等很久 因為我們螢光黃賣的很好 然後終於在前天到貨 我們馬上開一箱來組 然後晚一點客人就要來拿車了 先把袋子打開 然後呢 直接把車子拿出來 超輕 因為只有三公斤 三公斤耶 大概是兩個嬰兒的重量 嗯 差不多 一歲 一歲小朋友的重量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的說明書跟工具 就這樣 裡面就沒了 非常的簡單 那第一次組裝的話呢 可以先把說明書拿出來 我們說明書裡面有很簡單的 裡面有配的工具 就只有一支 五號板手 五號板手 跟說明書 五號板手 說明書 這麼簡單 好 然後我們把組裝說明書放在旁邊 工具先放在地上 然後呢 車子拿出來 基本上要組的部分 只有兩個東西要組 一個是坐墊 坐墊最後再組 第二個就是車把 車把也是非常簡單 因為已經有副工具了 所以我們就 把它從車上剪 先剪下來 我們就可以運行組裝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這台車 其實保護的非常好 在出貨的時候 每一個部位都會用保護的指板 還有保麗龍這個 把它保護好 所以我要先把車把剪下來 就這樣 車把做墊子 只有兩個部位要組裝哦 那我會習慣先組裝車把 所以我們車把的位置 是放在這個前面 力管的位置 我們就把力管的保護 套把它打開 好 然後呢 這個叫力管 力管前面有四個螺絲 四個螺絲 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可以用我們 出貨有附的這個五號白手 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我來拆給大家看 先把它轉下來 其實蠻好玩的 這個其實比看食譜很簡單 因為其實就是螺絲跟螺絲帽嘛 就知道可以把它不是把它轉鬆 就是把它轉緊 對不對 根本不用想要轉多鬆 或轉多緊 因為就是轉到最鬆 跟轉到最緊 這兩個步驟 然後把它先把它摘下來 轉下來的時候呢 就先放在旁邊 然後坐板就可以拿出來 車把 車把把它擺下來 這個膠帶貼的都是可以用手就可以輕易把它撕開的 所以其實我是不習慣用剪刀 因為我比較不想要刮傷我的車子 所以我就是用手直接就可以把它剝掉 好可愛喔 你看我們摸摸我們的車把呢 這個手握都是故意配兩個顏色喔 因為小朋友一歲十個月就可以騎 那你跟他說我們左邊又轉左轉右轉 小朋友可能會搞不清楚 就是你跟他說blue我們藍色轉藍色那邊 他就知道是左邊轉藍色 黑色就是轉右邊 所以我們是站在父母的經驗 還有就是小朋友的生長成長的狀況 實際的狀況然後去做設計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親子互動 因為你就可以跟你的寶貝說 你的側側的右手邊是什麼顏色 black 左手邊咧 左邊是藍色 藍色怎麼說 就是blue對不對 所以其實 突然有媽媽一樣 所以就是其實騎車也是可以跟小朋友變成一個親子的互動 包含主車也是啊 其實因為現在我們第三代改的很容易組裝 所以其實爸爸媽媽其實可以帶著寶貝一起 那你可以先把東西準備好 然後讓他練習轉 轉這個螺絲其實也是一個手眼協調的一個能力訓練 那爸爸媽媽就是要 要有多一點耐心 因為小朋友可能一開始會做的不好 那就不要緊張 因為大不了就是重新打開重組 但是就是要相信小朋友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 不是嗎 好那我現在車把呢 我就是左右上下這樣輪流慢慢鎖緊 這樣才不會有可能你下面鎖太緊 然後上面就會有點翹翹的 蓋子沒有鎖得很均勻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循序漸進 然後慢慢的交叉上下輪流這樣把它鎖緊 可以慢慢鎖呢 我是習慣用這個工具把它鎖緊 現在就是把螺絲鎖緊 飛上 OK 這樣車把就完成了 你看 鎖車把就完成了 第二個步驟就是放坐墊 坐墊要放的時候 你一樣先把旁邊的螺絲泡給打開 把這次第三代的螢光黃 顏色非常的亮 亮 超好看的 而且小朋友不管騎到哪裡都很清楚的 就看到我的小孩在那裡 花最好的那個有沒有 一直往下沖的那位 其實就很好容易辨識 好 我先開一點點小孩 連車架可以先保護 可以等臀部都鎖好了 然後再把最後的保護罩打開給小朋友吃 這樣就比較可以避免 你服裝的時候可能不小心會掉啊 但其實他沒有那麼容易掉漆 只是本人比較 脫毛一點 好 我們的座墊是一體式座墊的 你看座墊跟座房是連在一起的 這樣是比較安全 比較穩定的 好就這樣很輕鬆的把它轉進去 然後轉進去之後呢 請小朋友站在旁邊 這個坐墊再到他的腰屁股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鎖緊 記得一定要鎖緊 好 其實 組裝的過程其實還蠻放空的 因為其實可能就偏向 好像要組什麼 會不會可以幻想自己小朋友在騎車的樣子 這樣就好了耶 其實這個時候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 要輪胎要打氣 很多房子 組到這時候小朋友已經太興奮在旁邊 說我要玩我要玩 然後就讓他上去玩 或者直接就可能拎著就出門了 然後就去公園了 就忘記輪胎要打氣 那為什麼我們出場的時候 出貨的時候 不先幫客人打好氣再放到箱子呢 因為運送過程有可能會有壓力 或者是溫差 如果輪胎氣先打好再運送 有可能會造成危險 就是破損啊 或者是那個損壞 所以就我們通常會打到一個固定的那個胎壓 然後就不會讓他打太滿 所以保護人家收到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打完氣再讓小朋友集成 那打氣呢 建議打到的胎壓是40 40TPI 40就是胎壓打到40 是比較剛好的 不能太硬 太硬的話很容易破 也不能太軟 因為太軟的話 車子輪身輪圈會瘦子 輪圈會瘦子 所以我跟人家說 喔你車子打到40TPI 原來就會說 哇你好專業喔 這位爸爸有練過喔 或者說哇媽媽 你怎麼知道這種專業術語 自以為很專業呢 就是有很用心的爸爸媽媽 OK 然後組裝完就把保護套全部剝開對不對 然後就會 就可以來打氣了 這包的太好了 車子都出貨的時候都乾乾淨淨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品牌 台灣的品質 好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再來打氣 那我們打氣孔 也是特別設計是彎嘴的 你看這裡 彎嘴的設計 所以因為這輪胎比較小 如果你常常打氣孔 輪胎這個氣嘴比較小 你如果打氣的時候 要一直把它往外撥的話 就容易破 就是久了會一直折一直折 它容易斷 會容易斷 所以我們刻意選擇這種彎嘴的氣嘴 可以減少它損壞的機率 也是方便爸爸媽媽 這樣帶小朋友出門才不會覺得很麻煩 OK 好現在就打氣了 打到40 OK 這樣就好了 欸我的酒一口都沒喝 已經要打好 已經要煮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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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 好 來 誒 好 好 好 可以好 我非常推薦爸爸妈妈其实可以订了我们的公共滑布车之后 上我们的网站订购或者去经销店订购都可以 然后回家跟小朋友一起组装 因为其实组装过程真的很容易 而且也很有趣 小朋友会知道那个滑布车原来是什么零配件组成的 你就可以叫他这是轮子 坐垫 车把 车架 这是脚踏板 对不对 然后车车要这样子动 所以也要提醒小朋友每次骑乘之前要记得检查自己的轮胎 滑布车轮胎有没有气 如果没气要记得请帮忙打气 然后再出门这样是最安全的哦 拜拜